然后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大陆的一个这个微博的博主 预冤谈天发布了一个独家的影片 他告诉大家8月19号有这么一幕 美国的约翰逊号的这个驱逐舰呢 危险穿插这是在南海正常编队演训的 大陆海军164舰艇的这个编队 就直接从 这个制作人画面准备好了吗 我们稍后放在那个中间的画面当中 韩冰姐说的时候 放在中间的画面当中给大家看一下 乃至于这个菲律宾 我们看到最近又开始非常的活跃 你觉得这一连串是不是牵动着 美国的敏感神经 美国开始要超前部署吗 其实你看美国现在他的战略部署 就是这样 他的两艘航空母舰是跑到东地中海去 那就是要去看住中东这边的国家 叫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那可是与此同时 他就把他另外的航空母舰 就弄到印太这个地方来 那特别是南海这个地方 好像又在帮菲律宾伸援 那再跟中国大陆形成一种对峙 那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其实至少到目前为止 中国大陆并没有主动想要跟美军开战 或是直接冲突的意思 但是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也是越来越明显的 就是南海就是我划定的 我认为这是属于我领土范围 那如果大家共同开发可以 如果你不要共同开发 你美国老是要来弄这个自由航行的话 那他也不会退让 来导播这段影片 我们放在大电视当中 可能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来这是大陆一个博主的一个独家影片 看到中方的军舰跟美方的军舰 当时靠得很近 然后你就会看到美方的军舰来个大角度的转向 然后突然之间加速 有没有 好 在海上 有没有 这个严重你要不要这样 整个这样穿过去 其实你看他这样插过去的时候 那个海流已经扰动到后面的大陆的军舰 那个大陆军舰晃动的还蛮厉害 对 所以其实在他们这种大型军舰 因为美国的那个神盾驱逐舰 大概有差不多9000吨左右 然后中国大陆这一个看起来是054A的样子 054A大概4000吨左右 那这两个都是算中大型军舰 那这种中大型军舰你在这么近的距离里头 突然这样穿插过来 你说真的只有一个反应不及待就撞上去 因为双方速度都很不慢 然后所以只要一个操作 没有操作很仔细的话就会撞上去 那所以美国大概就是一个回径 因为他过去这阵子 他的军舰好几次被中国大陆也这样穿插过去 还有那个飞机有没有 飞机也是一样 被近距离直接接触 上次不是说进到只差一点多公尺 所以这个就是双方在互别的脑筒 一点多公尺那真的是极度危险 那个基本上稍微有一点点偏差就直接撞上去 那个通常是自己 撩机大家编队飞行才会距离到那么近 那还是那种高技术表现 所以韩兵你看一步一步 之前都是双方的口头较近 警告然后开始有动作 从你侧边穿过去 有没有然后从你这个前面或是后面 都是越来越近 但是你看到这个是真的碰到了 就是菲律宾嘛对不对 这个本来在这个中东局势乱之后 菲律宾好像停了几天 最近又开始变得非常的活跃 而且这次一开始就擦撞 在当天早上清晨6点14分 这么早 这么早也不太寻常 对不对通常都是白天嘛 菲律宾的游艇无视多次警告 故意穿越执法航行的大陆海警的这个舰艇 然后轻微的擦碰 但重点就在于碰到了 之前怎么样 就是差一点点差一点点 然后8点13分的时候 菲律宾海警又主动倒车 有没有再度擦碰 所以是两次都擦碰 所以你们看到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 刚开始双方的口头警告 这个寄出红线等等你来我往 然后就开始有动作越来越近 从你船头或是从你的机头插越 然后接下来就是擦撞了 那再下一步咧 下一步就不是擦撞 下一步就真的撞上去 真的喔 会吗 如果真的撞上去 其实我认为菲律宾采取这种战术 对它不利害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船谁多 中国大陆多 船谁大 中国大陆大 因为菲律宾的船大分都很小 那在海上其实 除非你用炮火互相攻击 不然的话就是大船吃小船 这没有什么好讲 邓位大了跟你一撞你大概就是要撑 对所以我觉得菲律宾采取这种战术 他本来可能想说他用这种 游艇类型的速度比较快 可以穿过去 但是没有那么容易啦 因为 中国大陆在那边布下的防线 可不是一道两道而已 所以这个擦撞是 纯属不小心还是说技术太烂 我觉得是菲律宾想要试探 试探 对我觉得他是想要试探 但他没有注意到中国大陆真的就直接不让 直接就给你挤过来 然后就直接撞上去 那这一次是插撞 下一次如果他再挤一点的话 可能真的撞上 真的撞上 菲律宾那种小船 搞不好就直接沉没都有可能 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一个状况 在这个插撞事件当中 有多少美国力量 我认为美国人搞不好 就在旁边的船上面看 我认为这是美国人支持 对应该就是这样 这是个碰磁的事件 我看了个影片当中 菲律宾的那个船 很像是很像我在游溪湖坐的船 你知道非常小 一个游艇 大陆的船好大 是其实很简单 你看这已经不止一次两次 包括加拿大也是一样 包括菲律宾也是一样 他们都是一艘船负责执行任务 另外有船在旁边干嘛 负责录影 对就是要把整个经过 然后目的就是要 用这种碰磁的方式 把它去宣传给全世界 说你看中国大陆 怎么大欺小 什么大欺小 怎么样霸凌我们 对啊否则不科学嘛 他这么小他哪来的底气 是啊对不对 但他可能以为说 他小船比较灵活 不容易撞到 但是海上这种东西真的很难讲 你一个不小心就会撞上去 所以我认为 菲律宾他如果持续做这样的动作 中国大陆也会反制 我相信中国大陆也会拍影片 他旁边有那么多艘船 所以他也会拍影片 那到最后就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可是我个人是认为 美国其实这个时候 你在南海之边跟中国大陆冲突扩大 对美国并不有利 美国现在你乌尔战争事情还没完 以色列爸爸又要你现在要大力援助 你还有多少实力能够分配到亚洲这个地方来 那亚洲这边我讲实在话 虽然说是菲律宾在做主动的这样的对峙工作 那甚至日本也在帮忙 可是我讲实在话这两个 背后还是要靠美国在撑 美国如果没有主力在那边撑 他们两国也无以为继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个人认为美国在战略上来说 应该要有层次的 你要先把以色列的事情解决完 把恶务的事情解决完 缓出手来之后 再全力来对付中国大陆 这个在战略上是比较合理的 他这是一个牵制的超前部署的概念 其实我觉得他这样牵制 只会很容易就会让人家 发觉你是捉襟见肘 因为中国大陆在那个地方 他船很多嘛 我就24小时跟你不断的晃 很快你会发觉 美国的航空母舰是无以为继的 因为美国现在能动的就只有四艘 其他都还在船庫里头待着 那你这四艘 你要一整年都留在这里吗 不可能嘛 所以他必须还要轮掉还要回去嘛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美国的战力很快就会枯竭了 不要忘记美国从前年开始 他的海军就一直不断的 在船舰上面发生事故 就是因为执行时间太长 在海上时间待得太久 很多心理还有压力的因素 造成他们很多问题 你持续做这样的事情 给官兵的压力这么大 又没有办法给他一个 很好的替补的话 我觉得类似的事情 恐怕会猛暴性的发展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剧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